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随着中秋节的脚步接近 瑞税香文旦佑的销售情况也接近了尾声 花莲县议会农政小组是高度关切 今年文旦佑产销的情况 特别来到了瑞税香农会来进行访试 而总干事黄胜黄在简报的时候表示 今年的文旦佑品质佳 再加上销售的时间长 内外管销单位都相当的顺畅 而目前几乎都已经全部卖出清仓 文旦佑农今天可以说是大丰收 花莲县议会农政小组成员陈英妹 蔡依静与高小城三位议员 在副总招哈尼嘎造的代理下 前来访是瑞税香农会 受到农会三巨头及团队干部的热烈欢迎 对于今年文旦佑产销及农会业务推行 所面临的问题 总干事黄胜黄特别简报说明 那我们所有的议员都关心我们对这 文会的这个行销啊 还有就是我们的运作 那今天我们就是特别来这里关心 那在这个部分想多了解一点 然后看我们这里可以做 什么样子的行为 没有问题啊 因为当时就要委员 当时就要委员 因为当时就要委员 就非常谢谢你们 真的都非常学习的部分 农业小组聚焦在温旦又产销情况 也关切今年大果收购作业的执行 我们今年也做了加工果跟这个 格外品大果的一个收购的部分 那以我们未来讲的话 我们会再做这个 加工果的部分就收了250吨 就是40万台积 那这个格外品大果的部分 原本必须要收100吨 那因为今年真的卖得太好 所以我们今年整体的收购量 现在格外品的部分收购量是 6万7千公斤 就大概15万台积左右 所以跟我们这个一级的 100万台积 100吨 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那这也是这个高级的 其实是因为格外品量 大家就把它卖进去 然后大家就把它卖进去 今年的花林文丹又产销 除了农会 县政府农业处也处理许多 也协助地方煤和企业大厂 合作推动文丹加工品 提升文丹又农产附加价值 现在在销售这件事情上 已经开始往市场 先看市场的讯息 再回到生产这件事情上 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些心得 那未来会把这一套方法 一样的互互分享的方式 跟推展跟辅导的方法 来跟农会来配合 而今年文丹又产销情况顺畅 中秋节还没到 日市场目前几乎都已经清仓 文丹又全卖光光 农民荷包满满 农会与县政府农业处的努力结果 农整小组也很肯定 另就目前讨论度最高的 花林县畜牧业制止条例 拟定作业进度 地方观光休闲农业的推动 咖啡 蜜香红茶 餐展展展售行程 以及农会积极争取设置 农产加工厂等等的议题 农政小组也高度关注 与农会 县政府农业处 三方讨论交换意见 并且要求县政府 全力来协助解决 记者是玉兰 最终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